这家位于北京市郊的垃圾碾压厂很特别处理的不是一般垃圾 而是离婚夫妻的共同记忆 曾经的爱侣特别找上这家工厂花钱销毁婚姻证据 但是这些照片几乎坚不可摧 都是用硬直压克力板制成 放入碾压机之前 工厂团队会对脸部进行喷漆以确保隐私 再把记录满怀浓情蜜意的物品搅碎 毕竟在中国离婚仍然被视为可耻的事 随着中国离婚率飙升 这类服务生意兴隆 当局试图寄出各种奖励方案 鼓励婚姻和生育来避免人口危机 但经济不景气让许多年轻夫妇 在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倍感压力 业者表示推出这项销毁婚姻服务 是因为他看到客户的困境 他自己只是一段关系消失的见证者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想法 但是是一个必然产生的一个生意 我日常接触的一些用户里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有这样的困扰 但是没有办法去销毁 这项服务要花费的成本不同 最贵大概要30美元 完全取决于需要销毁物件有哪些 不过对分手的愿偶们来说 为了一个新的开始 这样的代价相对非常实惠 下期新闻 系列郡报导